本港今天再多一宗確診個案 另外有一個患者康復出院 他是打邊爐家族的其中一人 各54歲新確診病人 是住在太古城明宮國 每個幾星期之內 因為發燒四次提斯加醫生 兩次入急症室 去到昨晚檢驗之後才是確診 另外在日本的鑽石公主號 再有兩個香港人受感染 特區政府會安排包機 接船上的港人回港 先由曾永山報導 太古城患者的情況 確診個54歲男人 沒有外遊記錄 住在太古城明宮國 穿著全副保護裝備的人消毒大廈 包括多人接觸門 訂和信箱等 男人過幾星期內 看過四次太古城私家醫生高智輝 醫生都記得他 進來想看醫生 但探而探而發燒 所以就去急症室 所有人都是戴口罩的 我穿了戶戶耕的 還有戴上帽子 所以機會就小 我當然會小心 知道了 知道了護士已經消毒了 而且我們每兩個小時消毒一次 為了安全起見 診所未來一個星期都不會開 還好清潔消毒 問了衛生署再決定何時開 男病人7日開始發燒和咳嗽 第一次看高智輝 10日發燒再看高醫生 醫生叫他去急症室 當他醫院幫他照X光 肺片清晰 診斷上呼吸度感染 不用流軟 3日之後沒有好轉再看高醫生 當時沒有明顯發燒 15日又發燒又再看 高醫生再建議他到急症室 發現他肺炎 安排入監察病房 最後確診 太太又流鼻水病徵 現在隔離做檢測 病人第一次去急症室 有發燒 沒有做檢測 醫管局解釋 肺片清 沒有外遊 不符合檢測條件 他15日再來到急症室 當時我們都幫病人重新再看 當時他真的有肺炎的情況 我們都會繼續參考 那麼多有確診的個案 並且會檢測究竟我們那個範圍 是否再繼續要擴大 太古城居民說會絕熱 很難保全個太古城一個都沒有 因為始終這裡是一個很密人口的住宅 穩陣一點 在家裡好一點 現在我們都沒有外出吃飯 其實都不出奇 我覺得太古城這麼多人 但是都是注重個人衛生 通常會勤勤洗手 擦搓手液 男病人有病徵之後沒有上班 9日去過沙基灣 大約30人的家庭式教堂 衛生訪問中心沒有公佈教會的名字 說正是追蹤接觸者 有線電視記者 曾永珊